这是水患的灾后 接着我们看的是干旱的灾后复原 同样需要真诚的关怀 地点是在柬埔寨 柬埔寨今年因为干旱非常严重 已经导致粮食的缺口 那么台湾政府捐赠了600吨的大米 透过磁济职工在当地发放 除了发米之外 职工还挨家挨户地走访低收入户 看看他们的需求 这是柬埔寨首都 多数民众生活在贫穷性以下 干旱造成米价上涨 磁界之宫抱着来自台湾的爱心大米 走进岸街露像 这栋看起来像还在施工的红砖建物 楼上住着一位老奶奶 带着好几个年幼的孩子 姑娘都祝福你 姑娘都祝福你 送大米更送上一份关怀 请志工再分享出去 有种贫重症福 看到我们现在能够生活在这样富足的国家 自己也是要更加珍惜 然后更加要去保卫你的付出 跨国的援助集合来自新加坡 越南 马来西亚和当地的慈祭志工 感受到景普寨人虽贫 心却很富有 大一新闻 这是美志工 景普寨报导